也很荣幸 碰到了好的搭档 李南杰后来合作四十多吗 我觉得还是很有缘分的 我觉得在我的世界里 我理解是走了一个圈 对 因为我一开始 李南杰 我仰格都说应该是 一个榜样 我是真的是深受 他的影响才想练习的武术 也是因为少林斯这部电影 他拿了全国五十冠军 我也拿了全国五十冠军 后来又很荣幸 我一做了他的替身 然后葬王后总 我也拍了少林斯 少林斯传奇这部电视剧 而且演那个角色 跟当年李南杰 电影中那个角色 还比较相像 哇 这其实 这对我来说 都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其实更难得的是 在2010年的龙门飞甲 当时龙门飞甲里面 有个江湖三兄弟 就李南杰身边有两个人 有两个兄弟 对 我演了俄州 对 然后其实那个戏呢 哇 其实很激动的 那是我真正 可以说跟榜样 同台的 面对面的机会 你是有角色名字的 对 你是有对手戏的 没错 哦 这是 太棒了 就是从李廉洁的替身 变成了跟李廉洁的演对手戏了 对 合作 就是从背影转过来了 对 对 又一个转型 这个转型太棒了 太棒了 我觉得陈涛老师 这是不是就是职业 和梦想的区别 没错 没错 能把最后梦想 付诸于实践 实际上能动手做 已经很了不起了 没错 还能把这个做成 那就真的是厉害 男朋友 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我们中国武术 中国的功夫电影 现在已经成为了 我们中国一张 独特的世界名片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你作为新一代的 你又是演员 又是编剧 又是导演 功夫电影的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或者说咬咬牙 野心 如果把之前 李廉杰成龙这些前辈 当做一个巨人的话 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 要做的 是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冒险 去创新 对 这是我们要做的 而不是趴在肩膀上 去赖于生存 漂亮 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冒险 去创新 说得好 这还是有功夫的人 才敢这么干